我和大家看一個tweet 名字像中人 Melissa Chen 我也知道她是一個記者 曾經在南華早報做過的掛 她說 Nationalism 就是一個drug 在中國 代表著中國人打了一些無效的疫苗 而不肯買西方的疫苗 另外就說 中國的動態清零 是一個crazy的做法 先讓大家看看她這篇文 Nationalism Can be a healthful drug And in China Is manifest By the population being vaccinated With domestic covid vaccines That barely work And a refusal to buy western biotech Or Madonna MRNA once And then trying to fight the pandemic With a crazy zero covid strategy 那四位和大家已經說了她說什麼 我不知道 中國疫苗有沒有效 可能真的沒有效 因為中國裏面都沒有病毒 有病毒 一樣有一些穿越 一樣 趕快就要封城 阻止病毒流行 不過 在世界 在2021年 死亡幾百萬元的過程之中 中國裏面 因為病毒而死亡 借得 兩個 借兩個 到底 有沒有效 當然 如果用死人數字來說 中國排名 只有兩個 那麼少 我相信 它來自燈塔之國 很厲害 你們 快 就達到一百萬人死於病毒 那你這一百萬人之中 我不知道有多少 是打了你們的BioNTech 和MADONNA 我都打了一劑BioNTech 第三劑是BioNTech 我都沒有解釋 沒有辦法 但是 在他們 三億人的社會裏面 就快一百萬人了 在十四億人的社會裏面 去年只有兩個 我不知道誰是成功的 你覺得死的人也是成功的 那你全都說了 如果你覺得 我可以有些人死 來救經濟 那有沒有效呢 中國 中國 人民已經 回復正常生活 在國內 到處走動 旅遊 沒有限制 個別城市 稍為有少少的問題 一小撮人 我們說 在全中國裏面 零點零零零零幾分之一的人 一個很小部分的人 記住 一千萬人 在十四億之中 都是只有一個百分之一 而就算是一千萬人 我們集中了 找到之後 都是只有一個小區 要隔離 只是當有一個大型的爆發 才需要 在一個大城市 要隔離 犧牲大約 一千分之一的人口 少少的個人自由 保護了十四億人 避免於受感染 而有病 或者死亡 我不知道這個代價是否值得 我覺得很值 可能你覺得 你會沒有機會惹到的 你年輕 貌美 年輕貌美 是否病毒不挑戰你 我不知道 不知道這病毒的首尾眼光如何 但如果病毒是有性的 請選一些 的心是黑色的人去感染一下 但沒有 病毒沒有性的 不用擔心 它只會 在一些 不做隔離 不做自我保護的地區 流傳 有些人身體好 大波纜哥 那些 身體有病的 年紀大些 就可以犧牲了 免得社會 要負擔一些老人家 他們的生活費之類 反正這些人都沒有生產 不過你好像有一個 中文的姓名 我不知道你對你的父母 有沒有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孝心 我不知道你對你的長輩 有沒有尊敬之心 或者你已經完全是 香蕉 黃皮膚白心 認為老人家死死是沒有所謂的 認為 一些個人的自由 都不能犧牲 無論你個人的自由 犧牲少少可以救多少人都好 都不能犧牲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行李數 沒有緊要 不要批評 行之有效 的中國方法 這樣做 是非常之不道德的 因為 你黑白不分 是非不分 人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你… 你…